第一個 我剛剛講說 我剩個年度 假設我們現在錯誤嘛 那錯誤我要追溯 假設差六年 我就知道 我就用這個資產來做的話 我每年提月的折舊是多少? 25萬 我可以採集是多少? 1萬 那我可以用幾年? 我可以用5年 因為我用年度 年數合計法 所以這是我的可折舊金額 那我年數合計法 第一年 因為5、4、3、2、1 所以這邊分母是2分子5乘6 所以我第一年提月的折舊24萬除15乘5 所以我第一年提月的折舊要8萬塊 好 應該沒錯吧 25萬檢票 1萬就24萬 24萬除3、15、15、15、3 好 8萬塊沒錯 好 這些差6年我月的提月的折舊費喔 那我現在之前都沒有承認 所以第一個 我要把機器調整進來 好 我要借機器 原始成本25萬 好 這是我先把 借班我把機器承認進來 那第一年他提月折舊 差6年提月折舊他沒有提嘛 所以他沒有承認累計折舊 累計折舊多少 第一年 因為年數合計法 我會提月的折舊費用是8萬 好 那你想想看 上個年度 因為我承認25萬的折舊費 維修費用 所以多了25萬的費用 但是我少承認8萬塊的折舊費用 所以呢 折舊費用低估 建立就高估 然後維修費用高估 建立就低估 所以兩個不必 月資同 月年度 所以呢 是 我要調整17萬 所以我的介方 我的代方呢 因為表示我上個年度的 費用高估了17萬 維修費用多25萬 折舊少了18萬 所以兩個一併起來 我的費用高估了17萬 費用高估 表示什麼 我的淨利低估 因為費用高估 淨利就低估 那淨利低估呢 因為已經年度結束 已經轉到哪裡 保留盈餘了 所以我這邊要寫 代方 淨利低估嘛 所以我要把保留盈餘調整進來 叫做前期損盈餘調整 前期損盈餘調整 就是保留盈餘的科目 17萬 就這樣子嗎? 好 這是X7年 當我發現這個錯誤的時候 又要做得更正 那X7年的折舊分量是多少? 就這邊是4啦 所以是24萬除以15 除以15乘以4 所以是6萬4千 所以X7年 我的折舊費用是借折舊 我不知道它課本上面沒有了 我們算X7年 12月31號的折舊費用 好 如果要算就是這樣子 算嗎? 好 如果要算就是這樣子 算嗎? 好 這是施力 10次 好 有了 好 它有說X7年底 要做的時候就不用 好 就這樣子 好 到這也沒有問題 好 到這也沒有問題 好 鹽配一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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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喔 鹽配一層 關鍵時刻來臨 來臨